個別醫藥估作日炒味有所轉農 當中華潤醫藥3320便攀上預三年以來高位收市 報7.76元升10.54% 華潤醫藥升勢零例 尿與其下多家附屬公司業績增長理想有很大關係 同屬華潤系下醫療企業的華潤醫療1515 經過連續四日回席後 股價再展升勢 收報7.42元升0.18元或2.49% 逆令其十天及二十天線失而復得 在市場已漸消化期早前公布未如理想的去年業績 以及集團積極並購備受看好 顧該股後市升勢不妨看高一線 華潤醫療教早前公布2022年止年度業績 收入56.2億元 人民幣 下同 按年增加26.4% 錄得順利1.39億元 倒退66.7% 每股盈利11分 末期息3.7港仙 上年同期派12港仙 據集團早前發表的刑警報告預計 2022年度公司擁有人 應佔利1.9% 將較2021年度下降約65% 主因集團上年度收購的懷安市懷陰醫院股權產生的經營虧損和減值共計2.2億元 以及其內人民幣 錄得較大幅度貶值形成的匯兌損失約1.6億元 基於華潤醫療去年業績大倒退 主要受到商譽減值及會對損失拖累 但一如其董事會所表示 集團正處於理想的業務擴張及發展階段 從其股價積後升勢未受太大影響 也可見市場大戶仍然十分適受 業務並購方面 集團較早前公布關聯交易 向同系收購遼寧華潤健康76.1% 深圳華潤健康100%及華潤健康江西80%股權 以擴大在全國的佈局 總現金代價36.39億元 將以自有資源和銀行貸款撥付 遼寧華潤健康集團旗下涵蓋5家3級醫院 11家2級醫院以及11家1級醫院 共計擁有約9174張開放床位 華潤健康江西集團旗下涵蓋1家3甲醫院 4家2級醫院以及1家1級醫院 共計擁有約2370張開放床位 集團透過現金落實收購 除了反映公司財政穩健外 也有望大幅增厚未來業績 趁股價反彈再現跟進 上網目標刑看52周高位的8.36元 港元 夏同 為失守7元關則止蝕 都會被進入 一旦 出身 有約